如果你有一个亿 但是没有让财富持续增值的能力 那也不能叫财务自由 我其实本来没打算讲这个话题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财务常识 但是前两天跟朋友聊天 发现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概念 如果不会运用资本 没有钱生钱的能力 那么有多少钱都没有用 而很多人说了 有这么多钱直接放银行吃利息就够了 这个想法有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负利率 在过去十几年 全球的很多发达国家 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负利率政策 以我为例 我在法国 在法国钱存在银行里是没有利息的 这种政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小储户虽然可以开储蓄账户 但是每个人的上限只有三四万 而且在之前的负利率时代 储蓄的利率只有0.7% 那对于储蓄大户那就更惨了 在负利率时代 银行是要到收你钱的 所以钱放在银行里是会越变越少的 第二个问题是通胀 银行的利息在很多时候是跑不赢通胀的 也就是说虽然银行有利息 但是你手上的钱的购买力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 所以钱放在银行里 即便你不花它 可能也在不断的贬值 有人可能会说了 虽然钱贬值了 但是我可以减少消费 我省着点花就好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手上有一个亿 他是否能够做到每年只花十万块钱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财富没有办法增值 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坐吃山空的局面 即便是金山银山 我们终究能感受到它在一点一点的变小 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像土耳其 阿根廷这种恶性通胀的情况 土耳其的GDP在全球的排名是17位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发达国家了 但去年的通胀率是75% 今年估计也差不多 阿根廷的GDP排在全球的第23位 但是去年它的通胀率达到了 惊人的211.4% 这两个国家可不是津巴不韦 他们已经算是全球中等偏上的国家了 试想一下 如果你手上的现金在一年内贬值了2-3倍 你慌不慌 我一直强调财务自由是一个现金流的概念 而不是现金量的概念 现金流和现金量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 现金流大多数是由资产产生的 大致的逻辑是用钱买优质的资产 然后资产再生钱 而现金量就是一堆货币 而在当代的经济学理论中 货币它本身就不是财富 20世纪以来 西方的经济学就把财富定义为 可以创造财富的东西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资料 比如劳动 土地 技术 包括资本 都是财富的贩售 有人可能会觉得资本不就是钱吗 资本跟钱是两码事 这里我就不展开聊了 在我个人看来 有一个价值1000万 每年平均能够产出10%现金流的资产 要远远好于拥有一个亿 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的现金 很多人觉得我有了钱就会花钱了 但其实逻辑完全反了 人是因为会花钱才有钱的 会运用资本的人 钱是会越花越多的 这句话能听懂的人 自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们在聊会财务自由 我一直跟大家说要学会以忠为始的思考问题 财务自由虽然表面上聊的是财务 但最终目的不是钱 至少不完全是钱 财务自由的目标是时间自由 有选择的权利 但终极目标是心灵自由 心灵自由说白了 就是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所以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 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你同时也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 而你所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 恰好又是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 那其实就无所谓是不是财务自由了 所以财务自由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己没那么喜欢 但是能赚钱的工作 积累财富 培养钱生钱的能力 最终实现财务自由 第二条是一开始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且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而那些最终能够实现伟大成就的人 往往就是一开始就选择了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度过自己的一生 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 我是无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